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咱们先来思考两个问题 你的肾还好吗? 你有多久没有关心过你的肾脏健康了? 那么在被确诊为肾脏病时 很多人的反应都是懵的 明明身体没有什么感觉 不痛不痒的 怎么就患上肾脏病了呢? 其实啊,慢性肾脏病的病因很多 那慢性肾病的发生也不是无迹可循 据调查,每十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人肾不好 快来了解一下你是其中之一吗? 那么我们在生活中应该如何保护肾脏呢? 以下八条 抑伤肾脏的行为一定要避免 第一,就是滥用药物以及一些保健品 比如说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 乳酸酶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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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酶疼之类的等等 那么第二就是重口味 口味过重,摄入的盐过量了 那么第三呢,就是喝水太少 所以建议您每天饮水量不少于2000毫升 那么第四呢,就是经常憋尿 那憋尿会造成排尿不畅 在体内导致细菌滋生 憋尿还会导致肾结石 那第五就是饮食不节制 那高热量,高胆固醇,高糖,高飘零的食物 那么过多的摄入会有四高的风险 而四高呢,和肾脏疾病又是密切相关的 第六就是长期不运动 那长期不运动的人呢 突然拘虑运动就有可能诱发 尿蛋白阳性的结果 那么第七就是熬夜 作息紊乱 所以建议您每天11点以前入睡 这是一个推荐的最佳睡眠时间 那么第八就是经常感冒 反复感冒也会损伤肾脏 另外反复的扁条理发炎 也会引起慢性肾炎 进而影响肾功能 所以我们建议要常规的做体检 可以很好地发现早期肾病 建议您每年进行一次尿常规 白蛋白尿和血基干的检测 特别是有肾脏家族史 老龄化 肥胖 还有伴有四高的朋友们 那么今天我们内容就分享到这儿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